內地大媽公港上學 博居港權兼全家來港 話說在深圳有間愛心家庭成長服務社 他們專幫雙非家庭和港籍子女 怎樣幫? 就是代辦雙非父母來香港讀書 他們提供的雙非家庭香港陪讀計劃 可以幫他們報讀香港一些門檻教低價 專上院校自資課程 可以獲得臨時香港身分證 照顧在香港讀書的子女 又可以累積居港年期 申請居港權 即是帶人獲准來讀書 就可以申請配偶 和其他18歲以下的子女來香港 實現全家移民香港的願望 實現很多時間 你不要認為我們在做一些走歪路的事 我們真正幫家庭申請過去讀書 但說香港的大專課程輕易畢業 只要有八成出席率就不到業了 還建議先讀兩年副學士 再讀四年學士學位課程 之後留港一年穩工 加加賣賣就居港七年 拿到永久居留權 還說保證客戶百分百獲批學生簽證 不過手續費就個個不同 一般只要給十萬元人仔 但最難的申請個案 成五十至六十萬 大媽殺到來 香港這邊又怎樣 我們就去過明愛專上學院 真是遇到三個大媽年紀 粗國語口音的同學等著上課 但問到身份他們就不想說了 同學說 內地大媽主公用中文教的課 包括通識教育和語文學系 三十多人一班就有七百個大媽 有同學說 部分大媽同學醒一遲都有傻慢 有老師為了就他們 還兼用國語售課 質疑他們來進修的目的 擔心會拖垮課程質素 而這間也有內地大媽殺入的東華學院 就說他們大部分非本地出身的學生 都是應屆和近年的內地高校生 又說沒有與任何中屆公司合作招生 葉建元就認為 政府審批的次之課程量又不齊 促請教育局和入境處審視 審批學生簽證是否有漏洞 而入境處強調 非本地學生來香港之後 在學籍中之後的四個星期內 必須離開香港 又說如果申請來香港的資料失實 居留權都會被註銷 首間ASICS專門店 已經登陸銅鑼灣禮頓中心了